这里是厦门著名的旅游景点 曾挫庵 从小游村摇身一变 成了美食小吃 文艺圣地 近几年大陆吹起国潮风 七扇房古小路都很热门 还有不少景点可以体验换汉服 在曾挫庵就随处可见 三花女 三花原本是全州 寻补女的传统习俗 现在这股风潮也吹到了厦门 在曾挫庵 几乎每十步路就有一家三花店 一百元人民币以内 就可以实现三花自由 像这一款的话 它就是鱼女 就非常非常传统 他们以前鱼女 它就是插两朵鲜花 然后为了好看 全州寻补的鱼女 会把头发盘起来戴上鲜花 既有美感又方便工作 观光业者换成假花 容易保存也不失色 服装选项上更加多变 马面巡旗袍汉服 都可以搭配 花是根据你衣服来搭的 什么衣服就搭什么颜色花 化妆加上摄影拍照 将近三百元人民币 不少游客还是抢着体验 既然来这里就一定要三花 觉得好像在这边 才会正宗一点吧 福建厦门本岛和古浪雨 隔着路江三望 欣赏缅南古迹 和双子塔的摩天大楼 就在两岸边可一次满足 厦门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更是发展海上观光的绝佳优势 厦门海上游的话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未来 都在厦门的旅游发展中 扮演着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我们如何围绕了这片海 来做出新的一个篇章 也是一直我们文理人时刻 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以水路视角放眼天下 海上游结合多元体验活动 还发出不同以往的旅游 新有事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